在笑容的世界里,没有什么能与肖战的美丽相比。 这种奇妙的美丽不仅来自完美的面容,还来自温暖、温和和永远充满活力的微笑。 肖战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,一位出色的歌手,还是谦逊和仁慈的象征。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乐观的心态,他征服了全世界数百万颗心。 我们向肖战致以最诚挚的祝贺。 他配得上一切美好的事物。 凭借着耐心、热情和对工作的热爱,肖战证明了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 肖战啊,继续发展,激励着全球数百万的粉丝。 你的微笑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巨大动力。 我们相信,凭借你的才华和热情,你将继续扬名并给大家带来更多快乐。 祝贺肖战,美丽和乐观的象征。 王一博摔车。 驾驶赛车直接冲出跑道,幸好人没事,祝一路平安。 近期,娱乐圈接连上演了几起令人揪心的意外事件。 首当其冲的是,享有盛誉的63岁歌坛剧新章。 学友在一场演唱会上,突然遭遇不测,身形一晃,令人惊恶地摔倒在的,那情景仿佛能感受到他的疼痛。 尽管如此,他在艰难站起后,仍以坚韧的精神告知观众,他感到头晕目眩。 这次摔倒对这位年迈的艺术家来说,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 随后他被紧急送往广州的医疗机构,医生建议他务必多加休息,确保身体恢复。 紧接着,64岁的音乐界长青树周华健在演唱会结束后, 音语天露面湿滑,不幸滑倒,这一幕让人看得心惊胆战。 他几乎是直接坐倒在的,周围工作人员迅速上前援手,将他扶起。 考虑到他的年龄,即使是这样的小意外,也可能需要一段恢复期。 值得敬佩的是,张学友和周华健这两位天王级人物, 尽管年事已高,却依然保持着对工作的热情,坚持在舞台上发光发热。 他们也应意识到身体的珍贵,适当保护自己。 令人关注的另一事件是,27岁的当红男星王一博在一次赛车比赛中展现了他的萨爽英姿。 他身着酷炫的85号黑色工装衣,尽显他的专业与魅力。 就在众人瞩目之际,悲剧发生了由于赛车速度过快, 王一博的座驾瞬间偏离赛道,画面惊心动魄。 赛车运动的危险性不言而喻,好在万幸的是, 王一博毫发无损,让人为之松了一口气。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,无论在何种领域,无论年纪几何,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, 明星们在追求事业的同时,也应珍视自身的健康。 对于赛车,王一博怀揣着无比的热情和热爱, 这种狂热源自于他对速度与激情的深刻理解。 他曾参与过摩托车竞技,尽管这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比赛, 不幸的是,他在比赛中遭遇了一次意外, 那惊心动魄的一刻让人不禁为他的安全捏一把汗。 你可以看到图片中,那个身着鲜明绿色服装的身影, 正是王一博,他在激烈的竞速中与他的座驾一同坠向了另一位黄衣选手的摩托车。 这一幕无以显的异常紧张和危机四伏。 赛车的世界虽然给观众带来了无尽的刺激和视觉盛宴, 然而他同时也隐藏着无法忽视的风险。 每一个参赛者都需要以无比的决心和勇气去面对这些潜在的危险。 王一博,这位坚韧不拔的青年,尽管在事故后心生悔恨, 但他并未因此而退缩,反而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的不甘。 他在赛后用力地踢起赛场上的十字, 仿佛是在释放内心的挫败感, 同时也在向世界宣告他的决心, 即使面临挫折,也要坚持追逐梦想。 王一博无疑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, 他的执着和坚韧令人钦佩。 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赛道上, 能够以更加成熟和谨慎的态度, 确保自己的安全, 然后勇往直前,实现他的梦想。 当然,我们也希望他在追求速度的同时, 不忘真是生命, 毕竟,只有健康的身体, 才能承载得起那颗永不熄灭的梦想之心。 王一博的魅力不仅体现在他的赛车生涯中, 他的演技也同样出色, 尤其是在电视剧《追风者》中的表现,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 王一博, 这位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年轻人, 以他的坚韧和毅力,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偶像和榜样。 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个人的成长历程,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延续。 在他的赛车生涯中, 王一博展现了超越年龄的成熟和冷静。 每一次比赛都是他展现自己实力和勇气的舞台, 无论遭遇多大的挑战, 他都能以乐观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去面对, 从而战胜一切困难, 取得属于自己的荣耀。 不仅如此, 王一博在演艺圈的表现也同样亮眼。 他不仅有着出色的演技, 更有着过人的气质和魅力, 深受观众的喜爱。 无论是在电视剧中塑造的角色, 还是在各种综艺节目中展现的风采, 都展现出了他与众不同的魅力和实力。 然而, 王一博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就, 他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要求和追求。 他知道, 只有不断地超越自己,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。 因此, 他不断地学习和进步, 不断地挑战自我, 为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而努力奋斗。 王一博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, 让他们相信, 只要心中有梦想, 就能战胜一切困难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年轻人的力量和担当,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榜样和偶像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 王一博会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, 为世界展现出中国青年的风采和活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